哈囉大家好,我是Anika,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個特別的禮包,它叫做初心龍科禮包 那這個就是給初心者的一個龍科禮包啦 嗯,好像有講都沒講啦 總而言之這個龍科呢,你在課金170塊台幣之後就可以拿到 總共是5顆的三星龍蚊 那這邊幫大家介紹一下會拿到什麼 好,這個字第一顆裡面附的龍科 它是岩池敵方 但是它沒有像是九火王那樣子岩池兩回合,它只有一回合 所以就是這種給初心者用的,一種比較基礎的破盾能力的龍科 那這邊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傷害,是5是拼圖盾的傷害 然後再來是5是弓錢盾,以及直傷 然後最後一個是-CD 所以你課170塊台幣喔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大概5顆龍科 那我也為了大家,我就把這個龍科給它課下去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這顆龍科 那這顆龍科呢 目前來講最需要它的是妖精隊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的,無論是屬性或種族 都有破拼圖的一個能力了 像是星矢 光隊就有星矢 人類你也可以用累砸跟星矢 然後再來是獸隊跟暗隊你可以用微弱尼卡 那機械族更不用說,有出雲龍科之外 更是有龐貝這一隻,火隊也可以用得上它 所以目前,呃,差水隊了 水隊的話你可以用這顆龍科 也是可以直接無私拼圖盾 那光隊其他的種族你也可以用這顆龍科 更甚至所有的機械族都可以直接用出雲龍科去無私拼圖盾 所以,上市我夾了非常多的屬性以及種族 唯一好像沒有提到的叫做妖精 妖精目前為止完全沒有任何一個隊員 或是龍科是可以直接破拼圖盾的 所以,一旦出那種種族拼圖盾 對於妖精來講就是致命傷了 隨便舉個例子喔 像我們之前在妖精 妖精一開始出的時候 去挑戰下馬系的EX,明顯就是遇到麻煩了 我們只能靠借卡的方式 帶上龐貝來去挑戰 但你會發現到傷害就很低了這一隊 所以這隊打起來是十分的辛苦 那現在如今我們有了這顆新的龍科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如願隱藏的主唱全妖精 去挑戰下馬系的EX 話不多說,直接來挑戰看看難度差多少吧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直接的進關 刷到水片 所以這一張,這顆龍科我會建議 大家真的是主要玩這個妖黑精的朋友 或是很愛妖黑精的朋友 你想要全面一點的通關能力 那你一定要刻這顆龍科 一百七十塊台幣是真的還好 但這邊也是一個風險 如果說今天官方之後再出了一個妖精隊員 是直接破拼圖盾的功能 或者是龍科也是有出這種破拼圖盾的能力的話 那這次的課金就比較顯得有點浪費錢了 因為畢竟這顆龍科雖然說是好用 但是它是夏衛版的解盾能力 因為它只有無視25%的傷害 不是完全無視喔 所以就解盾上面來講 絕對不是最優秀的選項 但勉強是可以通關的 好,那我們這邊就不多說 直接把第一關給帶走 好,那... 妖黑在挑戰這個關卡之間是很難 因為傷害不夠 你不組全妖就沒有傷害 但現在組了全妖 你看,平坦 開了一個盒子,輕鬆破譯 你就知道實力上面的差別了 所以這個龍科來講 對於純妖精來講 還是真的非常非常必須的一顆龍科 這邊我想要一康來... 起技能 那主要是 起到翡翠跳起來 我們就可以... 帶走敵人 後面之後的技能開一開一開就過了 好,這邊開下去 啊,這邊不能開盒子 完了 好,沒關係後面再起技能也可以 這邊先把他帶走 喔,其實開盒子沒關係 因為三盒子他就會死了 好,一康一康洗 好,最後回合 他準備...去了 那記得 記得進入第三關這邊 不要有盒子的一個狀態 因為敵方是首消七康燃燒盾 那如果說你在開盒子的情況下的話 那頂多只能消到六康 比較沒有辦法解中盾牌 好,那這邊就是排珠 直接七康,沒有問題 到下一關再開回來盒子就行了 好,帶走吧 你會發現到非常輕鬆 即使是沒有開盒子 那個傷害是一傷 三億的一個傷害 第四關 這邊來到了 隨機的數字盾 這邊也不用開盒子 會比較好轉租 不過你會發現到這隊 有開上翡翠 基本上傷害都是一傷了 不用盒子的情況下 也可以破億的一個水準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一個盒子 開回來做一個增傷 然後再開這個 沙娜 沙娜主要是解這個 無視拼圖 不是無視拼圖 無視這個 無數盾 不過要注意要消到強化珠 才有辦法無視無數強化盾 好,這邊直接無視掉了 好,那這裡的話 開副加效果消除 加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 開盒子 他準備死了 這個傷害一定是一傷的 有潘多娜的技能 這一隊基本上那個傷害都很恐怖的 好,那這邊消消 他就 準備去啦 接著來到了第六關 第六關這一隊 是可以一康洗技能的 也推薦一康洗技能 喔,他是龍科不見了嘛 所以你在這邊要勢必一定要洗 不過你洗技能也不能消太多康 這就比較麻煩 因為他70 血量70以下的話他會暴走 所以這邊可以的話 看龍科有沒有辦法洗到跳起來 感覺還是有點難的樣子 是不是 我們就盡力啦 一康一康消到龍科跳起來為止 反正只有一天他會跳起來的 不會比較可惜啦 妖精沒有像 那種水人 酷啦 可以直接 有那種技能 把龍科 用到跳起來的技能 所以這邊還是 保險打會 好一點 這龍科感覺是超難跳耶 不過我們有點耐心 洗到明天早上 就有機會了 我應該帶那種被打 然後會回能量的龍科 感覺會比較快一點 反正這種單純用消除 來累積能量的龍科 好像不是這麼好 好,其實龍科差不多 集到70 70%的能量 就可以 直接帶有敵人了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靠這個 手掌 來把龍科 能量的洗到跳起來 再洗一下 大概再洗個五回合吧 五回合就可以直接帶走敵人了 好,我覺得差不多了 五十八 所以 我們直接消除帶走敵人 那他的血量是只有1億八 為了保險還是 開個技能會好一點 他這對新珠多一點 他的傷害會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打這種 要輸出傷害的時候 新珠可以的話盡量 手消消掉 整個傷害會是比較夠的 好,那這裡的話 你看他90的一個能量 所以這邊我們先不急著把這個盾牌 直接的解決掉 反而是 多消點版面 來讓那個龍科能量可以擠一下 好,那這裡的話就 開這個炸板 他基本上就要去了 盒子給他開起來 好,那這個傷害是一定夠的 那這邊的話就這樣子 可以 你很明顯發現到前面的 步驟 你知道跟著我走 絕對就是百分之百通關的 很穩啦 這一隊 全妖精主法 好,那這裡的話 拼鹿隊我們有那個 破拼鹿隊龍科 所以就不用理他這個拼鹿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爆發 全部做一個開啟 準備把他給帶走了 這個先開一下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開龍科有多狂 因為畢竟這個龍科 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傷害 所以 還是 爆發全開會比較保險 那他血量本身是 他血量本身是 5億耶 5億的一個部分 所以 在打上面 可能還是要謹慎一點 好,龍科要記得開開就可以了 等於是我們 總爆發要 總爆發要打20億 才能夠 把他給帶走 不過這隊應該是可以啦 那個爆發全開 打個百億應該都不是問題 好 那這邊就順利的 直接帶走吧 大概是 非常夠 這邊是打了70億 所以 事實上 他這個傷害只剩下四分之一 然後他乘以四 所以是280億的一個部分 輕鬆的解決 這個下馬星 所以你看到這顆龍科 對於妖精 重要的地方 只要未來 官方 如果 再不推出這個 妖精的破拼得盾 主動技能 或是相關龍科的話 都只能仰賴這顆龍科 去做一個解決 所以 這顆龍科 目前對於妖精隊來講 還是不可或缺的一顆龍科 除非你今天夠油 沒有這顆龍科 你可以 自製龍科 武士拼得盾 也是可以啦 我相信也是油王會做得出來啦 但是如果說你是比較平民的玩家 175塊台幣 就可以獲得這顆龍科 我覺得 呃 就CP值上面來講 算是挺划算的啊 好 所以如果你只要玩妖精的話 是可以入手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 開箱影片 如果說你們想要看到更多這種 呃 新的開箱 別忘了可以按下你的對愛鈕 以及關鍵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萬可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掰掰